這個單元我們要來講解的是 國中畢業之後要升高中的一個基本的一個銜接教材 那銜接教材我們當然要先把國中的基本先穩固好 穩固好之後我們再來學進一步的一個所謂的乘法公式 那在這邊我先介紹國中所學到的三個最基本的乘法公式 第一個是平方回的公式 也就是括號a加b平方 等於a平方加2ab加b平方 第二個是a減b的平方 給a平方減2ab加b平方 第三個是a加b去乘a減b 那有時候我會很通俗的說 一坨加一坨 有一坨加上一坨 再去乘上這一坨再去減掉另一坨 等於兩坨的平方和 兩坨的平方差 那這是一個比較通俗的講法 那再來我們就是怎麼去證明它 我覺得證明的過程有很多種 早期國中有用到面積的正法 但是在這邊我要特別強調叫做分配率的正法 所謂的分配率在高中叫distribution this tree 我們要用到分配率的做法 為何我要這麼強調分配率的做法 因為之後呢 我們要去進行的就是a加b的n次方 可能是a加b的5次方 a加b的6次方 a加b的7次方 甚至a加b的12次方 我們都不會去怕它 因為我們懂得怎麼叫做去 真正懂得乘法的一個精神 那你如果要真的懂得乘法的精神的話 分配率是一個關鍵 所以跟著我這邊證明一下 第一個怎麼證明呢 我如果今天要證明a加b的平方 就是a乘法加2ab加b乘法 當然大家都會 我們就用一個分配率 所謂分配率的正法就是第一個括號a加b 乘上a減a加b 那再來呢 關鍵就是第一個括號 我只能請一個代數出來 去乘上第二個括號的另外一個代數 你絕對不可以把第一個括號的兩個代數 乘在一起再去乘上這裡面的其中一個代數 也不可以把第一個括號的一個代數去乘上 後面一個括號的兩個代數 簡單來說我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 所謂的分配率就是不管你有幾個括號 你在做連成的時候 每一個括號只能出一個代數 記得只能出一個代數 這非常簡單 那一定要把這個觀念牢牢的記在我們的腦海裡 這樣子我們往後再做深論的時候呢 你會非常容易的去理解它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馬上就可以證明第一個 a我們先去乘上a 就是a去抓第一個a 第一個a去抓第二個a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a平方 加上a呢 這個a呢還可以再去跟所有的每一個都要做分配 所以才會叫做distribution分配率 所以這個a呢要去乘上b 所以就會出現ab 再加上下面呢是一個b b乘a 好 那再來a乘b跟b乘a滿足乘法交換率 所以會等於ab 再加上b再去乘b會變成b平方 所以我們所得到的答案就是a平方加上2ab 再加上b平方 我想這就是我們所要的一個證明的方法 那同理可證a減b的平方只是改掉一個b 前面多了一個負號 我想這個不會難倒我們 那再來第三個的證明呢 第三個證明方法更簡單 就是讓兩個相加乘上兩個相減 就是a加b去乘上a減b 一樣我們在第一個括號裡面 我們先挑第一個a 分別這個a去應對第二個括號的每一個代號去做相乘 所以這個a先去乘他就出現a平方 再來a再去乘他 要注意這邊有個負所以就減ab 再來這兩個相乘叫做加ab 再來這兩個相乘叫減b平方 化料化掉就會準確 a平方減b平方 那這就是以上國中三個基本公式的介紹 那利用這三個基本公式呢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國中對於這三個公式的一個應用 第一個題目呢 好 這個我們解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a加b是3ab是4 請問a平方加b平方是多少 那這個題目非常簡單 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只要知道這個公式我們就把它填進去 所以我們就括號a加b的平方會等於a平方加上2ab加上b平方 那因為a加b是3所以平方是9 再來a平方加b平方我們還不曉得 我們就寫在這裡 姑且把它括號起來 再來2ab的部分因為ab是4 所以2ab就是加上8 那我們把它移到那邊去 所以我們就出現a平方加上b平方等於1 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集第一集的答案 好 那第二集的題目呢 他說今天我們已經知道a加b的平方加b平方等於9 ab也知道是1請問a減b是多少 那這一集就要特別小心一點 一樣一個蘿蔔一個坑 所以我們這裡說這a減b的平方會等於a平方減2ab加上b平方 那a減b的平方我們照寫 再來a平方加b平方會等於9 9再來因為ab等於1 所以2乘1是不是2 所以就減2所以等於7 好 在這邊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a跟b它不是一個長度 所以a跟b的平方出來有可能是正或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這裡面並沒有特別說明a大於b或者b大於a 所以當我們在去這個平方的時候 也就是把它開根號的時候呢 我們a減b它的平方根就會變成正負根號7 那不管是正負根號7或負根號7都符合答案 如果今天是正負根號7就代表a大於b 今天如果是負根號7就代表a小於b 就這麼簡單如此而已 所以這一題不用太擔心 再來第三題非常的簡單 第三題是有到小事了 讓大家喚醒一點國中青春的回憶 1999乘上2001 那我們看到a加b乘1a減b 當然你用計算機一下就按出來了 那1999我們就可以看成2000-1去乘上2000加上1 那因為兩個相加乘上兩個相減 就等於平方減平方 所以這裡就會變4 然後123456減掉1的平方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會變成999 好我想這三個是國中的一個基本公式 那我也列了三個基本的一個算式 基本的題目給學生 給同學們大家去回味一下 或者反覆的去思考一下以前國中學過的 你要把它忘記了 在高中你一定會常常用到這些公式 所以同學們加油